马可福音十章七节九节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耶稣引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 强调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每一对夫妻都是神配合的 不管你婚前是信主还是不信 每个婚姻都是这位创造主所配合的 并且神的心意是要夫妻合为一体 所以男女二人一经婚姻的结合 在神的眼里就不再是两个人 而是一个人 在神面前是一体的 一体不仅代表着身体的合一 更是心灵的合一 因此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夫妻合一体是神的心意 分开离婚或者分居并不是神的心意 现在离婚率的增加 理由众多 在美国离婚前五名的原因 第一是缺乏沟通 第二经济因素 第三婚外恋不中行为 第四持续的为所事争吵 第五体重增加 而在中国经济的原因成为婚姻的第一杀手 其次是婚外恋 第三常年分居 第四女比男强势 第五家庭的矛盾 然而不管世界如何改变 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改变 神设立婚姻的心意也不会改变 但愿每个基督徒都看重 神对婚姻的旨意 用心地经营夫妻的关系 夫妻同心合一祷告 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 在这末世成为神荣耀的见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